醫務衛生局建議修訂護士註冊條例 引入合資格非本地培訓護士 以舒緩本地人手短權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討論時 有議員關注 特別註冊護士要服務多久才能在香港註冊 當局說資歷要求會交由護士管理局制定 有限度的註冊和特別註冊到底會怎樣定 我們會交由護士管理局去到決定 這個就要經過一段資訊 我要強調我們現在提出這個方案 很多細節就未去定 包括你剛才提到的 那個資歷方面 如何去評定到底做了多少年 可以給他一個永久註冊的條件 亦有議員建議進一步增加護理學學藥 盧寵茂說教資會合下院校已經提供690個名譽 自資院校學藥即將增加至1700個 連同私院提供培訓 每年能夠提供2,800個 但培訓需時未能夠解決短期稅求